世界质疑利益得利者 那么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邀请一个得标者 来这个地方 来说明 来宣打他的理念 说明他如何经营 妥当吗 如果照这样子可以的话 那未来 所有承包政府重大工程的 公共工程业者 甚至有很多的各种团体 业者只要得利者 都可以站在上面吗 这是第一个理由 妥当吗 第二个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国华的保护 到处在奔走 有他的意见 他们的工会 也到处在奔走 有他们的意见 如果今天要邀请 是不是也应该基于利益平衡 包括他的工会工作者 包括他的保护 有意见的人 也应该一臂邀请 今天弱势的人 没有被邀请 但是得利者 得标者 倒是被邀请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也不宜 更何况 这个涉及这么庞大的利益 如果此利一开 如果此利一开 今天如果是弱势者 也许我们可以 稍微松绑 但是今天是 政府重大 案子的一个得标者 如果此利一开的话 那这些业者 可以登堂入室 跟官员站在一起 说明他要如何经营 他如何得标 如果此利一开的话 那他们是要来 他们是要来 说服立法委员 利用我们政府的资源 利用立法院这样一个平台 要来说服 社会大众各界呢 还是要接受公审呢 我觉得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 今天如果说刘董 我今天已经看到这个通知单 如果刘董事长 他坐在下面旁听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他要发表他的高见 他可以到外面去 我们有很多立法委员 要表示意见 他也可以到外面去开记者会 我都没意见 但是今天如果 他可以跟官员平起平坐 如果他可以用这样的角色 得标者的角色 来说明 那我觉得在整个的立场上 有事偏颇 请大家考虑 好 谢谢路人 请那个 都âr 有事